吃完了 大家好 我是小哈 最近各大賣場超市都開始了抹茶季 這次我要來開箱佳樂福的抹茶季的甜點 挑選了四款要來開箱 馬上來看一下是哪些東西 第一樣我們從最小的開始開箱 就是這個叫做抹茶乳酪布丁燒 價格45元 它打開以後抹茶味蠻濃的 它表面就有很可愛的圖樣 它布丁燒外面一層很像蛋糕的感覺 裡面有點像是抹茶牛奶的FU 是液狀的 然後吃起來蠻濃郁很香不會甜 大概半糖左右 很滑順 欸好吃捏 會想要一口接著一口吃的那一種 打分數的話我會給它大概8分到8.5分 因為它中間那個液狀吃起來很像抹茶牛奶 很香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外面的蛋糕體呢我覺得也蠻綿密的 這值得推薦喔 第二款呢是這個叫抹茶閃電泡芙 價格是45元 這款抹茶閃電泡芙啊 裡面的鮮奶油呢吃起來甜而不膩 但是我覺得有個缺點 抹茶味沒有這麼的香濃 就淡淡的而已 但整體來講是好吃的 打分數的話呢我會給它大概7.5到8分 因為它抹茶會太淡了一點 所以我會給它扣了一些分數 再來就是這一款6吋抹茶清乳酪蛋糕 價格是128元 這款清乳酪蛋糕啊 乳酪也不中抹茶味也不中 就是很一般般的蛋糕 打分數我就直接打啦 大概就6.5分左右吧 就不值得特地去購買 再來就是這次比較大的甜點 叫抹茶歌劇院蛋糕 價格是458元 我先講整體的甜度 我覺得有點偏甜 應該有少糖喔 然後再來就是蛋糕的口感 蠻奇妙的 明明蛋糕體有三層 三層有三種的軟硬度 上面那層偏硬 中間那層呢適中 下面那層又回來偏硬 可是又沒有第一層 吃起來蠻複雜的 中間還有一層巧克力醬 然後整個壓過了抹茶的風味 我覺得我也浪費我的458塊 打分數呢也差不多6分到6.5分吧 不用花400多塊買這款東西 以上就是這個是佳樂福抹茶劑的甜點開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加入購買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跟到粉絲按讚 掰掰